世界衛生领袖齐聚一堂第七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在日内瓦时间27号下午举行了全体委员会议 台湾是一个友邦提案想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A并纳入议程 WHA主席决定依照惯例进行二对二辩论 我国友邦盛文森及贝里斯都发声挺台 中国及巴基斯坦则是带头反对 中方痛批台湾是须意将卫生问题政治化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最后经过开会讨论这项提案被驳回 代表台湾已经连续八年时闭门跟 卫福部部长邱太元表示 世卫行动团仍会积极透过国际场合 展现台湾依偎软实力 他被问到明年是否愿意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 我想国家的主权是不容易受到影响 台湾是台湾 台湾的国民是中华民国 台湾尽管坚守底线 但要如何打破政治现况 依旧是未来严局的考验 据新闻旅证旅家涵报道 想看更多精彩新闻内容 请订阅按赞静新闻 并开启小铃铛接收最新影片通知